昨天国家文物局正式对外公布了 2018年考古中国重要成果 四个田野考古发掘项目时间跨度 从战国至西汉晚期 出土上千枚剪毒 钱币 淘气等各类随葬品 综合反映出中国不同时期 不同地域文化交流融合的文明图景 这些就是2018年底 在湖北荆州胡家草场墓地 M12出土的一批西汉剪毒 满满地装在两件竹丝内 可以分为竹碱 木碱 木毒三种 总数量有4546枚 主要内容有利谱 编年记 律令 经方 浅册 日书等 它是在一个竹丝的里边 我们通过这个保护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到 这些竹碱和竹碱之间的关系 它很有可能是一些书卷 很多可能是非常珍惜的古文献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整个中华文明 随着这些典籍的这种流传 整个它的文脉是渊源流长 律令碱1500余枚 均有目录和偏题 经方碱1000余枚 记录了45种传统方计 包括治病 保健 育儿 种植 养殖等 例如 这枚编号为767的竹简 名为令齿白方 记载到以玫瑰弥之百日而齿白矣 就是古人使用中药桂枝或桂皮 让牙齿变白的方法 这个令齿白方里面提到了玫瑰 所以这里边的话就跟马王堆 52变方曾经也有一方 它里边又有玫瑰 这个鱼树皮 鱼皮 还有一个有待考证的一个白 我们怀疑可能是白子 它是用于的话这个柱齿 取齿 就是从崇芽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考古 我们就觉得这就是中医药的传承 同样是在湖北荆州 今年年初在龙惠河北岸墓地M324 又出土战国除茧324枚 根据主茧形制和文字风格 可以初步分为两类 第一类茧较长 整茧长约44厘米 字体为典型的除文字 第二类茧稍短 整茧长约41厘米 简文记载有周武王 周公代相关事迹 这批新初除茧为研究上书类文献传承 西周初年若干史实以及楚国历史大事 政治军事思想等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从前几时染em承诈谣